女人在路上捡了一个傻子回家 却不想她竟是一名计算机天台 一个月的相处下来 杰克彻底融入了这个家庭 对这个愿意收留她的女人产生了爱意 安妮同样如此 第一次有人对她的好这么纯粹 但也正是因为喜欢 安妮不得不赶走杰克 她的能力之大是自己配不上的 留在这里也只会耽误她 无善表达的杰克这样说道 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杰克夺门而出 她被老人带到了安全部负责人的面前 女人认可她的电脑技术 并起了收入人才的想法 但杰克的眼睛始终盯着鱼缸 满脑子想的都是安妮 根本听不进去她说的话 见她一直不语 这件事也只能暂时搁置 杰克将自己关在房间 整日不吃不喝也不与外人说话 而安妮这边的生活也不好过 为了还上银行的债务 她不得不卖地换钱 而买地的男人是她的一个追求者 安妮也打算让她做孩子们的爸爸 明明不爱但迫于生活 她有太多的不得已 可天真的孩子们哪里会想这么多 在他们心中只认可杰克 不屑两个字都应刻在了脸上 送走男人后 他坐在台阶前思考了起来 从最初认识杰克开始或许就是错的 负责人找来了老人 想让他帮忙劝说杰克 原本单调的房间被他贴满了原点 仔细查看发现他们都暗含一些规律 老人知道他的情况并没有惊讶 两人在彼此对面坐下 他没有说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而是聊起了一段往事 他与王妻的过往 那段故事到最后充满了遗憾 手机想起杰克看也没看 他有一个习惯 手机只用来打电话从不接 由于片刻 第二天安妮开始毁树卖地 脸上没有留恋全是决然 一棵棵树硬生而倒 眼看着大半果树被毁坏 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远处 正在朝着这边一点点走来 安妮走下车 一步步上前 可杰克忽然转换了方向 他紧跟而上 他已经加入了安全局 帮安妮支付了欠款 接着还告诉了他果树该怎么种 才能挣到钱 得到杰克的帮助安妮没有了顾虑 听完这番话 他深深地被感动 负责人来了家里 允许杰克在这里住下 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从这以后 性格孤僻的杰克开始与陌生人交流 那些看似怪异的举动也在慢慢纠正 最后电影在两人走向田野的画面中结束 我来到你这种情绪 然后咱们很远价